童童转学之后的心笑 之前学校是绿色系 现在直接改成红色系 看红色系绣 秋天的一个外套 还有一个厚厚的棉衣 还买了两个裤子 采访一下这个转学两周的小学生 什么感想吧 啊 没了 还是我来说吧 关于童童这位小学生 转学第一节课就举手回答问题 然后中午放学就交到了好朋友 总结一句话 算是无缝衔接吧 nice 这不趁这个周末又要换新书包啦 看童童周兄姐画的月饼 打开 还要带课外书准备自习课看 而且这次英语 我们考了100分哟 全部分好累了 开始整个书包吧 童童已经收拾好了啊 哎 你干嘛去啊 你要摸你去上学吗 我虽然还哭活 我虽然还arte哭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